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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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沒有手機行事立委會封掉 我就會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忘記六月沒有31號 那不是記憶不好 那是笨 那真的是 最深刻的歷史人物 請問小文賢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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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常常要面臨很多選擇 是 那就沒錯 現在你就會面臨一個選擇 不要啦 不要 我問你這個問題 一定要問啦 不然我們怎麼開場 好啦 對不對 這個問題就是如果給你現金1000萬 跟IQ200以上 你要選哪一個 對 很有深度的一個抉擇耶 確實深度 對 所以說穿了就是 一邊是金錢 然後一邊是這個腦袋 對啊 所以是金錢與腦袋之間的一個抉擇 對啊 你剛剛講什麼 我說金錢與腦袋的一個抉擇 再短一點 金與腦的抉擇 金與腦 這不是這種新的主題啊 新的主題就是 見惡性讚美 這種金與腦還有救嗎 我兩個問題 你怎麼哭啦 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請教你 還沒看開場表演 這個是花幾秒想出來 這個喔 因為虛哥也有參與啊 對啊 這個我哪有參與 沒有嗎 我這個沒有參與 我是上一個參與 這一段沒有 這一段真的沒有 那 在第二個消息告訴你 剛你們開場完了以後 我們今天的女來賓都笑 唉唷 可愛可愛 所以今天又要來PK了 那女大PK 對 今天是這個 記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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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派一個來拖垮我們的是 是 誰在拖垮你們 沒有 記憶力是這樣 以前我們常常 我常常在講 叫人家吃銀杏 對 叫人家吃腦心 對 對不對 就是正常我們的腦力 那各位的記憶力怎麼樣 潘老師的記憶力如何 這兩年退步 你還記得 你叫什麼名字 嗯 我叫屈中恆 好叫好講 怎麼啦 這兩年 這兩年是真的退步 真的啊 不曉得年紀到了 真的是這樣嗎 但是 銀杏那些都還有吃 我跟你講 就算不太好吃有銀杏也沒有用 銀杏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跟我忘了銀杏放在哪裡 銀杏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 所以他調查是現在銀杏是沒有用的 所以應該是一些堅果類的東西 堅果類 還有記憶嗎 有啦 但是記憶也是有退 不過他不一樣 他亂厲害 因為他演舞台劇 他沒有其他活 對啊 你看我剛才講 但是我覺得記台詞 那不算是記憶力 沒有 是喔 平常的瑣事 有時候譬如說你跟我講了一個 轉眼我就忘了 那胡同 那你是百年不在乎 對 那是胡同 那是不care 真的 因為不重要的事情其實 我們男人是這樣 男人到最後就是 不重要的事情其實就不太會記憶 對 我們只記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 社會的中間 國家的中間 YES 他不會這樣做什麼 好有力道耶 因為最近沒有招了 不會 我很累 你很累 你很累 什麼會記憶力 你累逛屁事 我跟你講 這種因為他控制哥 什麼都要掌控 所以他要記很多東西 所以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經紀人什麼事情 我都要去幫他們記 因為有個搭檔 什麼事情都會忘 所以我都要幫他記 其實我覺得你真的很累 我真的很累 那時候我們不是去 出外景 我們都放爛 對啊 他就叫我們幹嘛 他就說 不是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幹嘛 他還會主動查這個飯店 有什麼設施啊 他就跟我們講 是奇怪的 我跟你講 康哥等一下我們中午 可以去那邊吃拉麵 那邊拉麵有幾家 對 我會想 這樣很累耶 會做功課 這樣太累了 可是我沒有這麼做 我就覺得 沒有安全感嗎 對 沒有安全感嗎 我沒有安全感 我已經強迫症 你人生最大的挑戰 就是參加了國王幫忙 最大的挑戰 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這個人 對 對 我們就不受控 這倒是真的 這是一些失控的地方 對 他把他控了半天 我沒有感覺 他生氣了 沒感覺 你是誰 你有沒有記憶力 我覺得我記憶力算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那種 忘東忘西的 對 他東西太髒掉了 就是 比如說 眼鏡 可能其實有戴 可是放在這裡 或是放在這裡 其實我會在那邊找的 那種人 或者鑰匙 錢包 都常常丟我手機 對啊 放在這建設上面 常常放在遊覽車 計程車 在家裡 各個各個 所以他可以 開一個行李箱 坐車來 行李箱不見 聊手通通的上來 高興 拍照 我怎麼掃了那個什麼 然後車開什麼 我有過啊 我有過行李箱那個 忘記了 就開車到高鐵站的 那個停車場 停了以後 然後我就下車了 然後去坐高鐵 坐到台北車站 我坐行李來 然後我又坐回南港站 然後下車 拿我的行李 再坐一次 哎唷 不是 你還好嗎 就是忘記啊 他以前 我以前常常接到電話 就是他的 我說奇怪 我們不是分手沒多久 打來幹嘛 是不是又還有別的好玩的 喂 你好 請問你這是哪裡 我說 你是哪裡 因為是我的手機 這個 對不起 你朋友的手機留在這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標 高達三次 你呢 我是對於時間 超級沒有概念 就比如說 你問我上上 上禮拜在幹嘛 我所有事情會有點交錯的混在一起 但我知道 昨天下午4點30分在幹嘛 昨天下午4點 30分 你看天花板 吃飯吧 吃飯 四點多吃飯 吃飯 吃飯 瞎成亂講 真的啦 差不多時間吃飯 國八道 這麼早吃飯 差不多 不要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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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健康大王 請問一下 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我們 提升記憶 運動 睡眠要夠 睡眠要夠 這是真的 睡眠要夠 睡眠一定要夠 你看雖然我們這一把年紀了 可是我睡 至少都還會有八個鐘頭 最少最少都會有七個 我要睡滿了一整天 我才會有很多的記憶 對 真的是這樣 你睡不滿 你上台是什麼一頭空的 混的 對 接不起來 這個接不起來 那個接不起來 像這種就是睡得太少 你看他剛才坐的時候 我還是坐一下 幾分鐘他就打呼了 很好入眠 對啊 好休息 這樣的人很危險 他睡覺還會有這種睡眠中止 睡一睡就走了 睡就走了 不會到你中止 不會到你中止 因為睡眠中止 睡眠中止 睡眠中止 好 各位 今天你們要加油 厲害 因為我們再度擂台賽 再度展開 麻煩 移駕到那邊去 來 沒有再跟女生一起 來 是喔 來 我們歡迎女生組 四公斤 挺料理的 來 運動型的 Dona 請自我介紹 Dona 哈囉 大家好 我叫Dona 我身高167公分 體重48公斤 三圍是32D 23 33 然後現在在做 學生跟Showgirl 喔 學生 學生 學生跟Showgirl 是 堅持啊 那妳曾經錯過 機 飛機啊 錯過111公斤 為什麼會錯班機呢 差點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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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為什麼 忘記 因為我忘記6月沒有31號 然後我是7月1號 的飛機 然後我凌晨我朋友 才打電話說 妳在哪裡了 我說我在家 然後他說 要搭飛機了 妳怎麼還在家 然後趕快把東西收了 然後趕快衝去機場 妳以為那天是6月31號 對啊 所以說妳這個 以為那邊是6月31號 那不是記憶不好 這是笨 那真的是 沒有常識 對 對不對 對 好吧 那妳知道哪幾個月是大月嗎 大月 妳算得出來嗎 現在 1月 3月 5月 什麼單月 3月 妳以後要這樣 1月大2月小 3月大4月小 7 8 8 8 10 10 10 12 10跟12 沒有11 沒有11 好吧 妳11月不要出國 妳 沒事不要出國 對啊 不是妳幾歲啊 21 不像 21 21喔 妳是1歲吧 沒有 那幾歲 妳吃飯都可以忘了付錢 就是 有時候吃一吃 發個帶就忘了 發個帶忘了 就走了 就走出去啊 我也會 蛤 妳那個全被全跑單 對 妳跟我承認過 我沒有進過這個包廂 走出餐廳 蛤 走出去店員才跑過來說 妳忘記付錢 那妳不是很尷尬 很尷尬 我就說 我是有錢 可是就是他們就覺得我吃爆了 不常 然後要叫警察 妳一定是吃習慣了 然後別人幫妳付錢 妳早上走習慣了 沒有 沒有 被說中 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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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慣壞啊 小雯 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小雯 然後我今年24歲 好 我的職業是外拍模特兒 我的三圍是 34D 23 33 在想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 抱三圍的時候 剛在背書養 我的三圍是 三圍是 放輕鬆 妳的記憶 妳也是餘腦 記憶只有7秒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講話沒有邏輯 然後我就很不愛動腦 所以有時候朋友跟我聊天 然後聊著聊著我就會扯提 就是會扯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 然後我就聽不懂 然後就會說 欸 妳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會 欸 我在講什麼 對 就拿到一片空白 就忘記我上一秒在講什麼 這個 這個症狀 必須要去公廟 可能卡到什麼 對 不過我們都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比如說 在開車 或者是任何時間這樣 就 本來要講一句話 欸 但這樣 我要來跟你講什麼 我好像一個什麼事要跟你講 會會會 常常會這樣 我常常是那個 到門口要出門了 欸不對 我要回房間 到了房間 對 會會會 記憶斷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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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現在工作壓力太大的時候 會有這種情況 真的嗎 對 工作壓力太大的時候 這一段倒是會有欸 會會 每一個都會忘記 對 我還問過人家 你知道我剛剛要跟你講什麼 你又沒講誰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你 對 我不應該問這句話 你現在沒有手機行事曆 你會瘋掉 我所有的東西 我都一定要記在行事曆裡面 如果我沒有記 我就會不知道我要幹嘛 或是完全忘記 你的生活這樣沒有目標 對啊 他依賴那個東西 有東西記起來這樣 那你的工作不是就完蛋嗎 如果行事曆突然盪機什麼的 這麼講好了 就像剛剛出生一樣 對 這麼講 你知不知道你後天 大後天要幹嘛呢 這麼近都記不起來 要不要拍照 忘記 要看一下行事曆 看一下鞋子裡 行事曆 看一下鞋子裡 你在看鞋子幹嘛 做我比習慣有沒有 做我比習慣 沒事 嘗一下我 我等一下要幹什麼 來 以萱 萱妳好 以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我以萱 以萱 160公分 45公斤 然後我的職業是中職啦啦隊 啦啦隊 隊長 請問是哪一個 部隊長 部隊長 哪一隊 Lamingo Lamingo 桃園隊 對 因為中職啦隊 萬一我們去看別隊的時候 奇怪怎麼雨萱沒來 被換掉 沒有啦 妳要講的Lamingo 好 我是Lamingo 是Lamingo 是Lamingo 妳把鑰匙 手機和咖啡 放在車頂 對 因為我那時候 我們出國 然後就是要搬行李太多了 然後就到車門旁邊 我就會把東西 就把東西先放著 然後把車門打開 把行李放進去以後 然後妳就上車了 對 我就上車了 然後我就開車 然後我就開車 然後跟我朋友聊天 聊…我說 那妳幫我拿一下我的手機 他又找不到 然後我說 那我手機呢 然後他說 該不會放在剛剛的飯店吧 我說好 我趕快折回去 然後我到了那個飯店 然後我一開門一下車 就說 手機跟鑰匙都在車上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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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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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餓死 車開得很慢 對 中間還在想 我現在 你現在開車要去哪裡 我開車 我為什麼要開車 他是成員拓 就是 就是 邊開邊懷疑人生 邊開邊懷疑人生 這真的是天兵 我請教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健忘 然後把家裡差點燒掉 有一次是我要趕著出門 然後我就用電棒捲 電棒捲先預熱 然後反正我穿好衣服以後 我也忘了弄頭髮 我就出門了 然後兩個小時後 我姐就打來罵人 因為我電棒捲是燙的 然後那個木桌子下面 有個塑膠的軟墊 已經被 燒穿了 那很危險 整個溶掉 就是那個軟墊已經溶掉了 對 我覺得電棒燙 女生那個電棒捲 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 對 它應該要設定就是可能 十五分鐘自動斷電 你應該設計你的腦 設定你的腦 為什麼要放塑膠在下面 而且那個東西真的說真的 要不然就是你開了以後 忘記有沒有 就被燙到了 會 那個還滿危險的 那有一天我在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 偉大梳妝有沒有 我們在那邊弄頭髮 弄一弄我聞 怎麼會有一股 那種我們知道 燒焦 真的不祥 我就說 你那隻是不是 怪怪的 忘記關了啦 好危險 好危險 真的好恐怖 而且已經有那個 你知道那種熱熱 然後那種味道 就是 炒味道 差一點三粒就被它燒焦 走火的味道 對… 不是炒味道 那種熱熱的 舒語潔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舒語潔 我今年二十歲 我是獅子座的 我的職業就是學生 服務業跟模特 服務業 你在房間裡面 思考人生的意義啊 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然後就走進房間 然後就 欸 要幹嘛 就開始思考 對 我到底要幹嘛 然後就想完就了 可是要看運氣 運氣 有時候想起來 有時候不會 你人生還滿開朗的喔 對 那想不起來就 就算了 睡覺吧 剛剛那個吃東西不付錢 你是買東西不付錢 你更惡劣 哇 就之前在小七 然後就 付了錢之後 就喔好 收了錢包 欸 買 你的買 這是買 你不要忘記這是買 連這個是買都忘了 就因為 都會放包包 錢包放包包 然後付完錢就先收錢包 然後人就走了 喔 你是付了錢沒拿 對 你不是拿東西不付錢 對 我不是拿東西不付錢 其實我有開個雜貨店 你要不要這個 每天都買 有人來說 欸 你沒有要買東西啊 嗨 Ruby Ruby 感覺起來Ruby好像就比較聰明 好像比較聰明 對啊 聰明啊 你不像金魚腦 對 你 嗨 自我介紹 我叫做Ruby 然後身高160公分 體重45公斤 然後我的職業是英文老師 所以才Ruby Ruby 但是你教課常常忘記帶獎益 對 那你去幹嘛 那怎麼教 我就是包包拿了 然後就很急著出門了 然後結果就是我常常就要來回捷運跟我家 還有學校然後好幾趟這樣 然後可是你有一次更誇張的是我已經 就真的已經到了獎台上了 就站在前面 我真的要翻包包就 我沒有帶獎益 你要連書都沒帶 然後我就只好 但你要故作鎮定 因為你要撐住全場 因為是五十幾個人在底下準備著 所以我就 就是不疾不虛的 然後站上講台 然後我就打開 轉身在黑板上寫一個 然後我就心想 該怎麼辦 應該怎麼辦 我必須要冷靜 我要冷靜 然後我就趕快想說 今天有什麼活動可以做啊 或者今天老師要你們做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我覺得對你們來講 學習會更上一層樓 什麼 就是還在掰嗎 跟他們討論啊 然後他們就是group discussion那種 就是小組討論 小組 discussion 對 好啦 請坐 五位請坐 請就位 請就位 大家隨便 不要客氣 感覺色情很大喔 來 各位 預測一下 今天你們的勝算 達到百分之多少 這一群 百分 百分之八九十會贏吧 應該是沒問題啦 對啊 對 我是 我自己的部分 我是hold得很好啦 你是 因為我不太知道 其他各位的戰力 就是 大家看著我們 還記得些什麼 哈哈哈哈 也是看著老師 各位 我們第一關 就是聽力記憶賽 聽力記憶賽 聽力記憶賽 對 是不是 我們會講述一段故事 故事裡面有內容 內容聽完之後 小弟我 會出題 雙方進行搶答 漂亮喔 好不好 答對最多的那一方面 就獲勝啊 Yes 請就位 好耶 好的 各位 注意聽好了 請問一下 我看你們的隊型是 很厲害拍 是請問一下 怎麼樣的戰術牌 都這樣對 我們只有策略的 對 好不好 不得了喔 對不對 我們看第一棒是森達嘛 是 然後立東 然後阿翔 屈哥跟潘老師 很明顯的是 看顏值排下來 你看我眼鏡要重備 現在怎麼還要從這邊排過去 顏值 按到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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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就 無所謂 為什麼 對 因為這一樣老家伙 對不對 好 第一題請出題 五地立東今天五點半起了個大早 先按掉床頭的白色鬧鐘 再穿上最愛的粉紅色釘子褲 拿起黃色的毛巾 走到浴室準備灌洗 沒想到被一隻藍色的毛毛蟲 嚇了一跳 整個人跌坐在地上 結果摔個半身不隨 這都不吉利了 請問 床頭的鬧鐘是什麼顏色 沒有 那一顆 那一顆 沒有說請搶答 忘記 你又忘記 沒有 你怎麼忘記 我跟你講等我那個好不好 我念完題目 我說請搶答 好 答那個 再增加吧 你還跟我確認DoubleChain 所有請搶答 不是誰想答的說對 沒關係 不太一定對 好不好 請問鬧鐘 鬧鐘是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 走 白色 好爛 我跟你講 機會教育棒 要有風度 是 你準備 幹什麼 不是 不是 冷靜 先生 先生 對 加油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請到後面去 第二棒 輕鬆 Ladies and gentlemen 輕鬆了 輕鬆了 第二題請 小心 無助一半 讓他一耳 讓他一耳 阿翔今天一早吃了三根香蕉 兩條熱狗 一條法國麵包 還喝了一瓶兩惡多 中午吃了一個火車便當 一碗大腸麵線不佳額啊 一碗老母雞湯 晚上又餓餓 加了578元的自主餐 還買了一塊超級賣的大雞排 回家吃 真滿足 好 不是 好多東西 準備 準備 我到底有臭 準備 這一題很難 請問 阿翔早上吃了什麼東西 請搶答 好厲害 太難了 太難了 加油 大腸麵線 屁也完蛋了 你終於 你終於 好厲害 隨便講了 三根香蕉 兩個熱狗一片吐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對 你前面都講對了 我跟你講你前面都講對了 你只差一個 你說什麼三 幫助消化的 一個 養樂多 哪有出現這個啊 有 有 有 都這樣講 對不起 好對不起 你怎麼會 對一個標準答案 你在那邊 好懷疑 來恭喜 不是 大腸麵線 那是很晚的 那中和 麵線 是大腸麵線 因為我只記得這個 那個是麵線不加鵝啊 來 第三題 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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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出題 居中橫想去游泳 他先花15元搭公車 再花25元轉捷運 接著又花40元搭火車 下車之後又搭了70元的計程車 終於到了游泳池門口 沒想到門票要100元 身上的錢還差20元才夠 只好打電話給妥宗康求救囉 題目是 居中橫 花多少錢 搭火車 你怎麼沒有捏破 你完全不知道 還沒講 快啦 很累喔 你怎麼用事 你怎麼用 第一題 被罵成這樣 他已經忘記了不好意思 為什麼 他怎麼沒有捏破 再哪一個來啊 沒關係 那我算錯啊 他們先打嘛 對啊 不算錯 你先打 多少錢火車 四十塊 你說多少 四十 標準答 哎呦 哎呀 小英哥真的是 小英哥真的是 請搶答 請搶答 我跟妳講 他這個叫 他這個叫做 真的真的 沒關係 來來來來 因為後面兩半看就 很強啊 居哥請搶答 請出題 六弟聲達想練習說笑話 他先講給小美聽 小美不笑 他再講給小華聽 小華不笑 他又跑去講給小明聽 小明也不笑 他又講給小張小 陳小王小賴聽 他們都不笑 聲達極了 從口袋拿出一千塊鈔票 終於他們都笑了 他用創意喔 花錢買笑聲的一個故事 沒有 這個好好笑 這是真實的故事 這是真實的故事 太好笑了 題目是 他第三位講給誰聽 請搶答 請搶答 他沒有說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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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屈哥你可以先搶 屈哥先按 Genderman Genderman 對 反正我們先 對 你記不記得 你叫小虛啦 來 請說 小明 你說誰 小明 隨便嘛 不一樣嘛 小明 你好賤 標準答案 我還背得出來前兩個 前兩個是誰 第一個是誰 小美 小美跟小花 小花 對 我記得啦 小美 小花會大一點 算是誰啊 小明不笑之後又交給誰聽 小明不笑之後講了四個人吧 對 太難了 小張 小張 我剛剛有名字叫小張 小小 有小賴 真的有小張 有小張 小張 小張幹什麼呢 沒關係 好 二比二評 小張超票 來 最後一個 超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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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白色 好 來來 請出題 三哥妥宗康想要瘦身運動 他先靠慢跑瘦了4公斤 再去跳繩瘦了6公斤 又到健身房練習瘦了7公斤 後來運動過度脫水瘦了3公斤 接著又抽脂瘦了13公斤 站上體重計一量 竟然還有90公斤 天啊 我還是放棄好了 誒 誒 誒 頭髒剛這麼肥啊 請問他原來幾公斤 對 哇 康哥抽脂瘦了幾公斤 舉架答 他有抽脂啊 有抽脂 有抽脂嗎 抽脂等一下 抽脂 不能講 我們都沒講喔 我們都沒講 我們都沒講 他們都沒記 他們都沒講 我們早就忘了 抽脂好不好 來 我讓你先 你為什麼又不記得 我知道 我不告訴你 那我要捏 那我要捏嗎 讓你先捏 這好可愛喔 再一次 捏破用力 好 好 抽脂瘦了5公斤 完蛋了 抽脂 抽脂對不對 對 十三公斤 我算你錯 我算我錯 為什麼 對 對就對他有錯 答對 厲害 老師厲害 有沒有 OK 老師厲害 目前 你們一勝 第一輪就過勝 五勝 第一輪 第一輪 第二輪 卡牌記 這個不容易 這裡面是我們的表情 就是反正就像那個什麼 像四川麻將一樣有沒有 就是兩個 配對 配對 好 那我個人感覺 我們是 Gentlemen Gentlemen Lady first Lady first 一個人翻兩張牌 翻 對了 就算了 對了還要繼續翻對不對 對 錯了就要換下一位 要換對方 好不好 這個遊戲我非常喜歡 你喜歡玩嗎 因為我中間不用講話 好 好 預備 你先 預備 開始 你先瞎 你等於是 邊翻邊計 幫我們 你們其他遊戲有 好 阿翔 好 他會在哪裡 來 你要給我看 來 我再跟你們玩就好 這表情也太清楚 為什麼 好經典 來 該你 該我了 好不好 我們另一區好路 對啊 我先從邊邊先來 OK 這是什麼 電腦流水 這是什麼 我放給你們記的 好 好 老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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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流水 好 下一位 都不一樣 好難 都不一樣 有嗎 有 兩個 每個人 每個人兩個不同的表情 好 所以不是人 是表情 來 已經開始有點 來 誰 來 看一下 有開了 可以擋到 你翻 好難哦 好難哦 沒有一樣的耶 一樣的 好不一樣 你會不會找到 你會不會是一樣的 而且不然不會記載 不然你們忘記了 也不然 沒有 沒有 目前沒有 沒有啊 不是 剛剛翻過了 對 好可惜 好可惜 有了 真的是 老迪 來 第一番 看起來 你先不要 不能講 不要 你先不要翻那一個 對 你翻那一個 白癡 對 是不是 來 中一個 繼續 再翻 下面那個 他就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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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出現 蓋起來 對 沒錯 沒有 被弄走了 被弄走了 蓋起來 加油 有 有 這什麼 第一 第一 好 好 這裡還沒翻過 剛才不是已經 好 新的 新的 挑新的地方翻 怎麼會這麼曬呢 挑新的地方翻 可以 跳一次 好 好 先翻上面 來 預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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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新的 新分手 都忘了 這個 有 沒有 沒有 這個還沒出現 對 另外一個 這什麼 等一下 我問 沒有看 可以 好 我看看 對 一帶 被他發現 對啊 運氣太好了 忘記了 那這樣他就失散了 等一下 好 沒有打到多多 等一下一個 搞得亂 好 第二 新的 新的 逗逗看 不是 這個也沒看過 這個 這個 翻過來 畢哥 有位 有 有 他在哪裡 A 我們不能講 我知道 我們不能講 我們不能講 5 4 3 2 1 好問題 沒了 好險 沒有 這個沒有 最早翻的 什麼 什麼 有 有 最後一個 撿到 撿到 對 講話 沒有 不是 他講話 沒有了 我沒有了 不可以講話 等一下 你這樣弄到我忘記了 來 剛剛這個是誰 5 4 3 2 1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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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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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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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勳東在這裡 對 來 不是 不是 不能講話 這個是 那個 太久了 好,對不起 1 1 2 都忘了 對 好難哦 好難哦 加油 太醫給你機會一下還不記得 剛剛那個嗎 對 對 對了 對 對 對 來 3比3 3比3 平手 來,這邊拉一個 好險哦,放哪個 這個是 沒看過的 沒看過的 謝謝你 掌聲 謝謝你 謝謝你 加油 一次把它清掉 清掉了 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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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 我自己有這個 還好 還要什麼 你要隨便翻一個啊 翻一個 好 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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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吧 有 謝謝 親腳兩分哦 親台 不要 七哥嘛 七哥,有 有嗎 有 加油 你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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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不同表情就不行 對 好厲害 好厲害 完了,贏那麼多 要被清台了 下面 上面 有 可以 被清了 沒有,他好自在 他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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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自在 他很自在 有 真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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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那麼自在 都變得很輕鬆 好可憐喔 你不叫成這樣恐怖耶 這被記好嗎 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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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太過分了 7比5啊 對啊 最後一個被他掃去 被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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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女人 女,你們男人 就不要擠 不要猴擠 要持久 不是,這如果換成女生的臉 我們就做 對啊 對 對 一比一平手 我們每一次都站到第三站 是 第三站決勝負 這個階段厲害了 這段叫做 快速記憶競賽 現場來賓將自己的答案 寫在白板上 然後放開給大家看 大家看 互相看 10秒鐘之後呢 你們要互相記白板的內容 然後我輪流詢問兩隊 白板的答案 答對了就贏了 第一題 心目中記憶最深刻的 歷史人物 記憶最深刻 不好寫啊 預備 請先排 10秒 哇塞 1 什麼啦 9 我們是什麼 3 6 5 4 那後面是誰啊 2 5 1 時間到請翻回來 蓋在下面就好 好 Lady first 好不好 Lady first 可以 好 曉雯 我問你 你問快一點 什麼 喔對 阿翔 喂 誇張了吧 阿翔寫的歷史人物是什麼 打開看看 對啊 錯 無遮夭 對 我寫錯字 人物 無遮夭 他不能寫太簡單對不對 而且那種太那個的 來 接下來該你們 就你了 就我啊 我請問 Donna寫什麼 Donna是誰啊 這位啊 他寫什麼 他跟我寫一樣 1 2 3 漂亮喔 Donna Donna 該你 請問 張庚你這個時候你那邊 放空 對 他更新 他更多看我 然後我選他 張綠東寫什麼 乾乾是誰啊 什麼 乾乾 講乾 香乾是什麼 來 想乾 1 2 3 1 2 3 講乾 你小的被偷猜 不小心 他故意又有這種髒的咧 好 講乾是誰 換你的啦 好來 我都沒有記 我在記我們的 英文老師寫什麼 5 4 請死黃 2 1 來 1 2 3 2 2 2 3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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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 哈爾 奇奇哈爾 就哈爾冰 就哈爾冰 哈爾冰 哈爾冰 有人叫哈爾冰 老師你太厲害了 1 2 3 哈爾什麼 岳飛 岳飛 對 這種老咖就會想到 金鐘報國歲 這老咖 看你的喔 以萱寫什麼 哇靠 哈哈哈哈 以萱啊 你不是剛剛跟他兩個人 比來比去嗎 你跟 以萱是 記得他 嗯 那個叫做什麼 快點啊 以萱是 好像是 是 唉 蔣中正對不對 確定 不對 什麼 你在跟你喝茶 我覺得應該不對 我們兩個在喝茶 是不是 5 4 3 2 屈原 屈原來 1 2 3 諸葛亮 諸葛亮 不好意思 顧著看 記錯位置 阿笨 屈原你寫什麼 蛤 蛤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寫哪一年對不對 奴 笨蛋怎麼講幹呢 什麼武則天 那蠢蛋 不要講幹 幹什麼東西 哈法 好 奴兒哈法 這個呢 是法國人 法國人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呢 哈法被他 沒他的事 沒他的事 蛤 蛤子 蛤子 蛤蛤子 蛤蛤子 奴兒哈刺 他是青太祖 對不對 他是青太祖 青 青 青朝 青朝的第一個 朱語杰寫什麼 誰 朱語杰 朱語杰 屈原 哎呀 屈 對 屈哥叫屈原 水 耶 不是你寫他本家了 對啊 這個我一定記得的 好啦 那你是猜那個 他呆著 他呆著 男生拿起來什麼 他那個很難 什麼法的 法輪功 我法 努爾哈法 努爾哈法 什麼法的 可能是法克連娜喔 我 真的 好 一 一 請回答 回答 就什麼法忘記了 什麼法 什麼法忘記了 好 一二三 十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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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冷門 這個好記 這個OK 但是十個法在我們那個年代 是不是 他是幹什麼 他是幹什麼 我不是幹什麼 我記得一個是 請問小文寫什麼 這個難的喔 這個是 還要演的應該 他是寫一個很玄的 他寫一個那個 江中正 他好像寫了一個江中正 有相音 寫錯字 江中正 看一下是不是江中正 江中正 一、二、三 江中正 回答這個 不需要答這個 江中正 那是江中正 答 四比二 四比二 十 金魚 我 十 好 好 其實這個記憶力 這個現在 現在因為大家都太仰賴手機了 對 希望各位年輕人不要一天到晚 只會滑手機 因為對你的腦 對你的眼睛真的都不好 甚至連中文字都忘了怎麼寫 真的 不可以這樣 好 我們要發起那個 手機簡化運動 就是把手機再度回到 它只是我們一個通信的一個工具而已 而不再是我們 靈魂仰賴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對 這樣是不對的 人與人之間 還是要靠人與人之間的 眼神 嘴巴 那個語調 來表達我們的感情 這才是有情感 是 文字是沒有情感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開放就 打吧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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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